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們正在推動一個活動叫做 報廢腳踏車重生 台灣很多人愛騎腳踏車 騎腳踏車環保又健康 是一個非常好的交通工具 可是騎膩了或壞掉了 就直接丟在路邊 這樣一來路邊多了很多報廢的腳踏車 不但在空間又很危險 還影響勢容呢 如果你在路邊看到飛行腳踏車的話 你可以記下地址 打給當地的清潔隊 他們會馬上處理 讓我們示範一次給你看 社區這邊有看到四台報廢的腳踏車 一直是在哪裡 有三台在信義路市段 好 好 那你會不會留個電話嗎 093560 1556 暖暖幾分鐘 一輛腳踏車已經被大卸八塊 壞掉的零件 破掉的輪胎 在環保隊員何德龍的橋手下 恢復原貌完好如初 我們特別幫你們設計的一個手機APP 請看一下使用收費 我是Felix 如果想要使用我們的APP來舉報報廢腳踏車 請先到Android的Play商店去搜尋 報廢腳踏車 並且下載到手機裡面 這是主畫面 在這個主畫面 你可以舉報你找到的腳踏車 還可以查看自己曾經舉報過的腳踏車 你可以在畫面上用手指滑動 搜尋大家舉報的哪些腳踏車 我們還準備了Facebook粉絲團 歡迎大家來分享你的心得 開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谢谢观赏 一起加入我们的行动吧